话说这开车之人都要往车里挂一张符 为的就是保司机的平安 这天怂哥搭上了一辆计程车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明明说了要去的地址 可司机却丝毫没有反应 直到他再次问起司机时 司机这才反应过来 说了句不好意思便启动了车子 殊不知 诡异的事情这才刚刚开始 一路上 怂哥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可就在车拐弯的时候 怂哥这才发现这不是自己常走的路 而当他再次问起司机时 司机却依旧没有任何回答 没过一会儿 司机将车子停到了路边 怂哥感到一阵诧异 便不耐烦地询问司机到底在干什么 而司机则表示自己已经被公司辞退 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 怂哥听后感到一阵莫名其妙 突然 司机直接踩下了油门 看见司机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怂哥便哀求司机不要这样 可司机依旧无动而终 随后 只见前面出现了行人 可司机反而加大马力冲了过去 然后 司机这才停了下来 怂哥被司机的举动吓得浑身发抖 什么事 那是我的妻子 我感到浪费了 不好意思 是我的妻子 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 这是好的 我真的有关于我